大家早安 我是賢君 我今天要帶大家回顧的蠟筆小新電影版是 電擊 豬蹄大作戰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在自己的筆記本裡 畫一些自己想像的人物 幫他設計一堆能力 甚至是想了一套戰鬥系統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玩 而如果有一天那些東西真的成真的會如何 嗯 對 我知道就是真的變成漫畫或是遊戲之類的 但如果 你製造的人物被變成了毀滅世界的兵器的話 你會怎麼做 對 太聰明了 不要講就不會有人知道那是你做的人物了 這樣就不會有被人怪罪的風險 我覺得你這個回答真是太優秀了 唉 一個人做影片做久就會變成這樣是嗎 好吧 總之我就開始回顧劇情吧 這部電影一開始 園長他們帶著幼稚園的小孩們 一起到遊船上面遠足 而在大家正玩得開心的時候 有一個人從水中爬上了他們的遊船 這個嚇壞大家的人 一上船就抓起了桌上的食物 開始大吃特吃 他一邊吃一邊還算有禮貌的跟園長解釋說 他是守護世界的秘密組織 SNL的成員 代號是美瑟 話說秘密組織是可以這麼隨便講出來的嗎 後來他因為吃了太多跑去上廁所 這時天上有一個飛行船 用夾子把遊船夾住 想要把船夾進他們的飛行船裡 裡面的人基本上都跳下了船 但美瑟睡在廁所裡沒發現船被抓住 封建他們因為小心在上廁所 所以也來不及離開遊船了 而他們這件事卻只成為了遊船撞擊事故的新聞 不過還是有把他們失蹤這件事報導出來 這讓聽到這件事的廣誌和美瑕傷心欲絕 就在他們難以消化這個消息的時候 有個西裝大哥無聲無息的進了他們的家 他跟廣誌他們說小星還活著 他說他是守護世界的秘密組織 SNL的成員代號是雞肉 抓走小星他們的是一個叫豬體組的邪惡組織 他們想要開發能征服世界的武器 SNL知道這件事後就派出了美瑟去偷取武器的核心原件 但是他在偷到東西後就被敵人發現 本來是好不容易逃離了敵人的追捕 甚至冒險從飛船上直接跳了下來 但最終還是被抓回去了 並且連累了小星他們 聽完他說的話廣誌卻一點也不相信 而美瑕倒是覺得 只要小星有可能活著他就會相信 但是他們還想要一起去救小星 雞肉拒絕了他們 並且說為了確認長相 他需要一張小星的照片 於是廣誌就去二樓找小星的照片 雞肉就在客廳邊喝茶邊等待照片的到來 可是等了好一段時間廣誌他們都沒有回來 雞肉就想自己來找 結果這時他突然想要上廁所 美瑕就要他簽下保證會帶他們去救小星的契約 他說他在茶裡放了十倍份量的泄藥 如果要去廁所就先簽名 而雞肉本來打算用奇幻移動法自己到廁所去 但廣誌他們死命的想要擋住他的去路 不過雞肉也不愧是SNL的成員 即使快剉賽了也還是看到了幾次廁所的門口 但他的代號畢竟不是闊月機 最後他還是簽了名 好好的上了廁所了 還好人家是沒被保障的秘密組織 不然剛剛那就是妨礙公務了 在雞肉上廁所時 美瑕他們偷偷翻了他包包裡的東西 結果雞肉出來後 直接表示就算他簽名了也不會帶他們走 之後他就離開了 不過美瑕在他的資料裡面看到了他的目的地 所以他們還是會自己去救小星 而這個小星現在正抵達了敵人的大本營 敵人的幹部巴魯 要美瑟教出他偷走的東西 美瑟說他偷走的東西在背包裡 但這背包設定了自動引爆裝置 不能擅自撬開 再來這背包還會感應他的心跳 如果他死了或離開背包 炸彈一樣會爆炸 後來敵人的老大毛斯 要巴魯把小星他們帶去總部 反正總會有辦法打開那個背包的 而小孩子可以拿來嚇阻SNL 所以就把他們一起關了起來 而小星被這件事的感想是 大姐姐單身嗎 結果美瑟說他現在有個小孩叫做正義 但是他現在已經離婚了 同一時間美瑕和廣志的人正在香港 因為美瑕看到雞肉的資料說 小星他們在香港 他們就來香港找 但他們根本沒想過跟大海撈針一樣 結果他們找了很久 久到 跟小葵都快學會說中文了 就在他們灰心喪志時 剛好遇到了開著小艇的雞肉 兩人二話不說直接跳上他的船 投降吧 你這個挫賽的傢伙 我們不會再讓你逃走了 你說誰挫賽 總之雞肉就讓他們加入 他說小星他們現在就在前面的貨櫃船裡 帶著他們闖進船裡後 他們馬上就被裡面的人發現了 但這兩個人說他們不是豬體組的人 旁邊的老先生是大代博士 另一個人是他的助手 他們是被抓來做研究的 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 豬體組的人就來了 雞肉只好帶著廣志他們跳出船外 這時他們腳下的地板突然伸了起來 所有人就這樣掉進了水中 原來是因為敵人的飛船要起飛了 小星他們就在飛船上 而且小星還要跟他們打個招呼 在他們要飛走前 雞肉設了一個發行器上去 然後他打算自己一個人去追飛船 但廣志他們還是追在他的後面 甚至在雞肉開車離開時 還抓著他的車子不放 不過雞肉還是無情的加速 讓廣志摔到地上 眼看左手應該是受傷了 結果雞肉看他這樣 就決定還是帶他們走了 於是他帶他們坐上了組織的飛機 廣志也趕快用自我恢復 把衣服和傷修好 就這樣一起去追敵人的飛船 而這時小星他們也計劃要從飛船裡逃出來 在美色試圖和組織通訊時 雞肉他們也飛到了他們旁邊 於是美色就把小星他們帶到飛機外面 雞肉也用繩子吊在飛機外面 廣志就負責開飛機 所以也導致了他們根本摸不到小星他們 結果敵人的小兵都來了 美色只好繼續帶著大家在飛船裡面逃竄 而雞肉的飛機也在敵人的子彈下被打得破破爛爛的 喪失了繼續飛行的能力 後來美色帶著大家到了放逃生艙的地方 結果逃生艙一打開 巴魯就拿著槍躺在裡面 原來他早就猜到美色會怎麼行動了 但還珍愧美色真的開了他躺著的那台 不然他就只是在自作聰明而已 接著巴魯讓另一個幹部大媽 來教訓想逃跑的他們 於是美色就和他來了一場決鬥 不過美色其實是想趁他打架時 讓其他幹部分行 給小兵他們逃進逃生艙的機會 最後他就成功的把小兵他們放了出去 但是小兵他們也不能算是得救了 他們掉到了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雖然逃生艙裡的救生袋有食物和水 但要離開這片荒野也是一件難事 不過因為大家都非常的有正能量 所以大家還是抱著希望繼續往前走 另一邊現在被敵人抓住的美色也不是很好過 他受到了敵人的數位合成技術制裁 感受到了極度的痛苦 不過他依舊沒講出打開背包的方法 隔天小兵他們還真的走到了敵人的基地外面 他們從一個秘密的入口進去 而博士他們現在正在玩摔角遊戲 他們就請小兵他們吃了一頓飯 但後來因為這間房間是被監視著的 所以敵人都跑了過來 他們威脅美色說 如果他不把包包打開 他就會把小兵他們殺掉 所以美色就把打開背包的方式告訴了他們 這下茅斯就可以開始和大家詳細講解 他的征服世界計劃了 他說他要博士幫他發明一種電腦病毒 可以入侵全世界的電腦 這樣全世界的電腦都會聽他一個人的指示 只要他想要 隨時都可以往任何地方發射飛彈 而他的電腦病毒會有自己的意志 甚至可以和人類對話 之後他把那個核心放進了一台機器裡面 他們中間就升起了一台 他稱為有世界第一演算能力的電腦的東西 接著他就叫出了病毒 結果那個病毒居然是肥嘟嘟左衛門 原來博士原本是住在春日部的 有一天他正在思考研究中的電子生命體時 剛好路過了小兵的家 這時美娜正在罵小兵 還把他的塗鴉丟了出來 而博士覺得這就是他理想中的電子生命體 後來他就被豬體組帶走 在這裡繼續研究電子生命體 於是他就製造出了肥嘟嘟左衛門 所以這肥嘟嘟左衛門是不認識小兵的 介紹完這些之後 毛斯就進電腦裡了 在他想要統治世界時 這裡突然響起了警報 原來廣誌他們又闖了進來 敵人就留下一些士兵去抓廣誌他們 而美瑟就趁這個機會把自己的手銬解開 並且和剩下的士兵進行激烈的戰鬥 但面對這種狀況 毛斯卻因為不小心說肥嘟嘟左衛門膽小 讓肥嘟嘟左衛門說 他要舔他的屁股一下才能原諒他 被耽誤了時間 最後他改成用清德 而肥嘟嘟左衛門也接受了 他就又可以繼續征服世界了 在這個時候美瑟也還在打倒其他手下 有時候遇到一些危機 也能在春日部防衛隊的幫助下度過 但是後來大媽自己獨自回來了 雖然大媽的實力在美瑟之上 但是這個時候美瑟也只能和他打了 而同一時間 肌肉他們震撼敵人們進行著槍戰 結果博士的助手居然穿上了摔角裝來幫助他們 因為他很喜歡廣智 話說既然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繞到廣智他們後面 那敵人的幹部是不會兵分督路是不是啊 後來操控摔角裝的帽子被巴魯打掉 摔角裝就換成美瑕來控了 但他很快就在追敵人時卡在通風口裡 這時我唯一還沒講到名字的幹部 布雷德也終於第一次的動手了 他的實力高強連子彈都打不到 不過他很愛講一些冷笑話 於是大家就想講一些冷笑話干擾他 但都無法鬥笑他 而布雷德卻因為幫他們示範了一個冷笑話 然後他就把自己給笑死了 再來川正部防衛隊現在正在想辦法打倒大媽 每次就在旁邊請求博士消除肥嘟嘟左衛門 博士就以協助他製作屁股模型為條件提供幫助 據說這條件以前是改成一起陪伴跑步 談完條件美瑕他們也敢來了 於是由肌肉來抗衡大媽 博士則是把小新的腦波和電腦相連 要小心在肥嘟嘟左衛門被消除之前把他看好 所以小新也快樂的開始玩VR遊戲了 而要在電腦裡找到肥嘟嘟左衛門非常的困難 不過小新還是做到了 肥嘟嘟左衛門說事已至辭只能夠決鬥了 於是兩個人就開始 還是我的比較大人 我的小經驗才是最強的 什麼應該是我贏才對的 開玩笑了 你這個沒你的經驗 這個時候毛絲也跑了進來 而且他對這兩個人做的事情沒什麼興趣 他要肥嘟嘟左衛門跳進黑洞裡面 就可以支配這個世界了 小新就跟肥嘟嘟左衛門說 他應該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才對 而這個時候現實世界中肥肉在打大媽時陷入了劣勢 美牙就上前擋住大媽 但大媽一腳就把美牙踢出了摔腳樁 小葵也因此爬進了毛絲的電腦房 並且在案件上亂按亂爬 毛絲就把他和美牙一起推下去 但是現在他全部都要重來了 而大家要在這段時間內守住小心 肥肉就跟美色說他帶了他最愛用的武器 原來美色的前夫就是肥肉 他們會離婚的原因是因為肥肉外遇 這邊以前也有改成從來不幫忙做家事 總之每次用起他的平底鍋是真的很強 就算和大媽單挑也不會落於下風 在他們這麼努力時 小新現在正在和肥嘟嘟左衛門講述 肥嘟嘟左衛門的冒險 有一天肥嘟嘟左衛門聽到 只要去給我寶藏山 就能得到數不清的寶藏 於是肥嘟嘟左衛門就爬上了這座山 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在酷的賽車小姐 本來肥嘟嘟左衛門想直接路過他 但是他果然還是太善良了 所以他並不是被強迫的幫忙修好賽車小姐的高跟鞋 修完後賽車小姐就送了他F1的門票 接著他又遇到了一個坟嶺上班族 他本來想要繞道而行 不過好心的肥嘟嘟左衛門 還是幫他修好了飲用機 這次他得到了迷你居酒屋的免費飲料兌換券 再來他遇到了一個哭泣的小女孩 富有正義感的肥嘟嘟左衛門馬上跑到他面前 小女孩的肚子很痛 但是他沒辦法給肥嘟嘟左衛門任何東西 結果肥嘟嘟左衛門就氣沖沖的離開了 突然間他經過了一家藥店 他就走進去用前面得到的東西 換了一個肚子痛的藥給那個女孩 到最後肥嘟嘟左衛門走到山頂時 才知道山上根本就沒有寶藏 但他在幫助人時了解到了幫助人的快樂 於是他就這樣成為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現在肥嘟嘟左衛門也終於認識了自己 並且和小星產生了友情 這時茅斯又出現了 但博士也跑了進來 也就是說他成功的消除了肥嘟嘟左衛門 不過肥嘟嘟左衛門覺得這樣能幫助人 所以也釋懷了 留下這句話肥嘟嘟左衛門也就消失了 而美色這時也靠著他的平底鍋 打倒了這一部最強的反派 後來巴魯又出現了 但他的墊高鞋被春日部防衛隊拿走 讓他覺得沒有臉見人了 最後還是茅斯走出來 他說他啟動了自爆裝置 這裡五分鐘後就會爆炸 不過其實還是可以坐飛船離開 而且肌肉還打算要帶所有敵人離開 因為正義的使者是不會見死不救的 但這卻也導致他們的飛船太重飛不起來 而爆炸也慢慢的往他們靠近 這時爆炸裡跑出了肥嘟嘟左衛門的幻影 他幫忙從下面推了飛船一把 結果飛船就成功的從爆炸中脫離了 而最後的最後 野元一家也和美色一家一起去野餐 小新也把肥嘟嘟左衛門的故事 傳教給了他們的小孩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好啦 終於講完這次的電影版了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這次是蠟筆小新電影版第一次 出現春日部防衛隊這個詞 就算不是第一次 也絕對是第一次讓他們在電影版中大顯身手 不過雖然我說是大顯身手 但老實說這次的春日部防衛隊 可以說是在電影版中最弱的一次 在其他電影版中 春日部防衛隊要不是會得到什麼特別的道具 有了一些特別的能力 不然就算沒有得到什麼 他們也能做出一些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事 像是超人一般的躲藏能力之類的 但這次的他們真的就是一群普通的小孩子 他們這次不只是幾乎幫不上忙 甚至可以說根本是累贅 啊 不過我說了這麼多 並沒有不好的意思喔 正好相反 因為這一部電影版的春日部防衛隊是真的很弱 就是跟真的普通的小孩一樣 所以每當他們在這個情況要做什麼事情時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也因此像是他們想要保護小新之類的劇情時 我是真的有點感動的耶 因為以他們的身體基本上被大媽摸一下就掰了 所以我重新看到這裡時 就是覺得哇好單純的好感動和熱血喔 雖然不會說是最推薦 但春日部防衛隊在這部的表現 真的值得稍微回味一下 再來這一部另外一個主角就是肥嘟嘟左衛門了 其實關於肥嘟嘟左衛門的故事 不得不說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雖然他的故事基本上是真的很鬧 有各種無厘頭的發展和笑料 但他還是好好的講好了一個故事 尤其是肥嘟嘟左衛門的冒險 就是講述一個自私的人如何變成一個好人的故事 因為肥嘟嘟左衛門是超忠於慾望的人 所以那段故事也意外的很有現實感 而且最後肥嘟嘟左衛門消失時 小新還為他流下了眼淚 這個細節我是在寫稿時才發現 我當時才完全覺得他們之間是真的有很深厚的友情 所以我真的蠻喜歡肥嘟嘟左衛門的劇情的 話說蠟比小新的下一部電影版 蠟比王國與《差不多四勇者》 也是肥嘟左衛門為主角的一部電影版 看完這部電影版之後 我也是滿期待下一部電影中 肥嘟嘟左衛門和小新之間會有怎麼樣的互動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啦 掰掰 掰掰